大家好 我是彭子 今天是元宵节 祝所有的朋友元宵快乐 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 现在到昆明市去 这边叫七夕公园 今天是看背着无人机 待会过去飞一下那个雕像 看人家让飞吧 走 找他们救就可以了 三个停车场了 这无人机让飞 你直接拍好吧 没事就这么大 无人机让拍了整个景区 看 看这边 来的人他这儿 现在说是改造的 你看人越来越多 在停车场也挺多的 说是里面收费 但是应该也没多钱 刚才这保安说这里面 整个无人机都是让飞的 那待会去给大家拍一个 看过来了 今天天气挺好 但是有点雾 看 无人机已经 已经上去了 昆明池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于斗路 地处西安城西的风水 御水之间 总占地面积3.32平方千米 始建于西汉汉武帝元寿三年前120年 昆明池建设之初是为练习水战后为泛州游玩之地唐石干河为路 昆明池的雕塑是汉武帝刘彻 昆明池是汉武帝修建战船练习水战建造的人工池 主要目的是训练水军攻打南越国和昆明国以平定天下交通外邦 唐代后期昆明池因常年缺乏维修 地厌多有崩溃 逐渐干涸衰落 宋代昆明池已有名无实被广阔的农田所取代 20世纪60年代初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开展封稿遗址考古 曾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基本范围 200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长安城工作队 对昆明池开展了新的勘探 进一步确定了昆明池范围 进出水口及周围遗存 2015年陕西省实施南水北调连接引汉继位工程 在昆明池就指建设斗门水库昆明池 昆明池作为中国古代较大的人工湖 其开大型水体为核心的园林建设的先河 有三大作用 一是昆明池可以为渠运提供水源和皇室游信 二是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 三是关中大运河曹渠的主要水源 三是关中大运河曹渠的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